因為TKi不相信迷信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也有 我們美國有一個說法就是 踩到一個崩潰 然後你會斷掉媽媽的背 這個有聽過嗎 有 這個真的有 真的是真的有 就是你知道都是在 都在人心道的時候不是有水泥嗎 然後水泥跟水泥中間不是會有縫嗎 如果你拆到那個縫 你會帶來一些 不好的運氣送給你媽媽 然後還記得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我就是跟我們下課了 我們就是要走路回家 我們跟一群朋友 然後一個朋友不小心踩到那個線 都很緊張 然後開始跑步 他自己跑了 跑步回家 馬上打電話給他媽媽 就說媽媽 今天你要特別小心 我剛才踩到一個縫 我踩到這個縫 你今天要特別小心 然後就說好 他媽媽說好 沒關係沒關係 就這樣子 結果他媽媽下班 開車回家 開車車禍了 但是這是小車禍 小車禍就好 結果他回到家的時候 剛好他媽媽沒有特別受傷之類的 但是他媽媽就是一直跟我朋友說 都是你害的 誰叫你踩到那縫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因為就是 你會踩到那縫 然後你會踩到那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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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是真的 這一次也有類似的 因為我們 等在講自己沒有發生過的壞事情 木頭要踩兩下 就比方說我從來沒有出車禍 那我得要敲兩下還是三下 三下 三下 我們也是 南非是摸到木頭就算 其實 反正要摸到木頭就對了 就是 我沒開過道 敲兩下 一定要敲 因為葉樹四支架是木頭做的 所以我們相信是可以化解這個 然後有一次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我比賽完從來沒有去醫院 我就說那你說這句話 要摸一下木頭 對啊 他沒有 結果比賽完 那就送去醫院 天啊 後來他還好嗎 就是受傷還好 但是還好 真的會有這樣寧可信其有 跟妳講 我們這是一個 而且我們酒桌的傳說 這很恐怖 而且我自己體驗的 真的嗎 很多九州人在看 沒關係 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福手八道的 就是 因為那個宮崎縣裡面 就是那個非常有名叫做宮崎縣宮 很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那個 日本的省的那個氣焰點 非常有名的地方 然後呢 就是大家很尊敬這個地方 那就是很傳說在那邊 不能鬧他們 然後最不可以是在裡面尿尿 到底哪一個神社可以在裡面尿尿 沒有啦 因為我們空井縣的那個神社是很大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是他們的地區 所以那個就 有點是大自然裡面的神社 那但是呢 我哪一天去釣魚 而且是晚上釣魚 就是 而且跟那個一個女性般要 一起釣魚 然後她是超想尿 然後就是一直在找廁所 然後找不到 但是想說算了 我在這邊尿好了 因為就是我離身公很遠 想說應該沒事吧 這樣好嗎 魚會看到耶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天沒有釣到魚啊 是 在我在尿尿尿尿的時候 你怎麼在那邊尿尿 那個女生就罵我 你看這個魚都翻肚了 有 我說 真假的 就是看到 還是就是那個繩子有沒有 神功的繩子 但裡面尿 我說哇塞 但是我本來不明信的人 就不相信啊 結果那一天我起了的時候 整個痛醒 我的雞雞變得兩倍 蛤 那兩倍也就是 那就是你的高峰嗎 對啊 對 我的人生的高峰就是那一刻 沒有 不是啦 就很痛 而且是鬼頭喔 鬼頭變得很大 不是很奇怪 一定要聊那麼細節嗎 沒有 是真的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那時候小朋友啊 就小朋友就是那個頭沒那麼大嘛 那你那天沒有 當晚上沒有發生其他可能會讓他腫脹的可能嗎 我想它是沒有發生 然後我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 怎麼了 這賽事很正常啊 我跟醫生說 真的很痛 那個腫起來 然後就是醫生說 可能是 就是 他說可能喔 那個醫生就感覺很厲害 但是就是可能 這怎麼會這樣 我第一次看到耶 應該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就是對 腫起來跟正常一樣 心情感染 你確定你這是腫兩倍嗎 是真的啦 就是醫生說 通常的尺寸是多少 我說大概這個大概一半 我說 他說 他說加油 他說加油 但是就是說真的啦 就是那個時候有小朋友 我嚇到啊 對啊 然後很多 就還會發燒 所以他覺得這個是虛菌感染 但是我是個人覺得不感染啊 因為虛菌感染 我沒有碰到東西 只是尿尿而已啊 虛菌感染 所以才問說你那天晚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所以嘛 算很奇怪嘛 如果發生就算了 但是我連牽手都沒有牽手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不用亂尿尿 所以現在誰到底會在神社亂尿 就你 小心看啊 小心看 是 美國有一個迷信就是說 小孩子玩火 晚上會尿床 這你有聽過嗎 杜利 有聽過 你知道嗎 這個馬怡說的很有道理 因為之前我就是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來我家睡 然後他有帶他的小孩 然後我家裡那時候 就是我很喜歡那個Zippo嘛 就是那個防空打火機 對 所以我有收集 然後他的孩子就看 因為很酷嘛 有些造型真的很酷 他就拿起來玩 可是我看那個小孩就是 他不是第一次玩火 他就是他知道火會燙 他就是哇好酷 然後就點起來這樣子 然後他的爸爸就去罵他說 你不可以玩火 你晚上會尿床 然後他爸爸還想罵我 因為我沒有阻止他的小孩 他說我們晚上睡你家 他如果尿你的床怎麼辦 怎麼沒有那麼誇張 小孩子也沒有 他都快要十幾歲了 應該是不會尿床 對 結果那一天晚上 他孩子就是 咬我起床 他不敢跟他爸說 他咬我起床之後說那個 肯納叔叔 那個我尿你的床 我真的超傻眼 他真的給我尿床 後來我就想要理解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你會想要 因為我沒有那麼迷信 我想要用科學來去了解他 他就說 他在玩火 然後他 夢到他燒到我家的一個書 所以呢 他那時候不知道水在哪裡 他就想要用尿尿的方式 幫火 滅火 對結果 真是個好孩子啊 結果他尿在我的床上 我小時候夢到是我的腳 才在失火 我的腳 趕快 又沒有處理了 我覺得 麻木的 這個 來攝影夢之後的 餐食活食 都要特別檢查一下 她想 真的 而世人也有一些明顯 覺得真的很恐怖 像我們相信 就是出門忘記東西 絕對不能虧去拿東西 因為 你回去之後 你一定會出事情 所以呢 我們相信 如果你真的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 比如說很重要的東西 你還是要回去 那 那也有辦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離開前 你一定是要照鏡子 然後 你要 從座手邊 這樣 又來 又來 扣水 然後就是從座邊 就是轉過去 然後再出去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每一次 如果我忘記東西 我幾乎就是不會回去哪 可是 也有一次 已經在台灣了 就是 我忘記東西 那時候 我要去找我的指導教授 然後 就是有一些paper就忘記拿 所以我必須得回去拿 我 我回去了 可是因為很急很急 所以我就 趕快出去 我賣了一杯咖啡 然後我就坐taxi 然後這個司機開得太快 整個咖啡都在我的 白色的襯衫上 然後 其實我心裡面也沒有怪自己 我都是怪我自己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個ritual 所以 我就 好 算了 這就是我的錯 對 我忘記做這些 因為太急 那就 這是真的我的問題 喔 所以你回家拿東西 就開始又做這個 然後 轉一圈再出門 對 一定要照鏡子 然後就是 從座邊就是 這樣子 張國志 然後太糟了 搞完應該天亮了吧 對啊 這麼麻煩 你不要回去拿了 他有強迫症 對啊 這樣子很快啊 很快就見識了 對啊 化解的方式 對 但我覺得台灣最迷信的時候是 打麻將的時候 打麻將真的有很多很多 因為常常你會拿到很誇張的牌 我之前有聽我朋友說他就是 就是直接 大家應該會打牌吧 就是拿完四手之後 一打開就已經聽牌 天聽 地聽 我不會打麻將 反正好像是地聽 然後摸第一張牌 就糊就天糊 好像是這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很誇張的牌 那他那時候是糊了一個中洞八條 重點是呢 其他三家都已經拿三張了 他拿絕張八條自摩中洞 他嚇歪了 怎麼會有這麼扯的牌 然後大家都嚇歪 他想說 通常拿到這種很誇張的牌 要嘛就是要起來把椅子轉一轉 然後要鑽那個牌桌下 但他完全不相信這件事情 他就說怎麼可能 我就是運氣好 然後打完牌 他就大贏就回家之後 他就當天晚上 他就急性腸胃炎 就是去肌症 然後通常腸胃炎呢 可能打個真吃個藥 兩三天基本上會開始好 他就一個禮拜 整整一個禮拜就是急性腸胃炎 到最後還胃潰瘍 跑不了 然後到最後他想說 該不會是因為我沒有鑽桌子吧 然後他最後反而又鑽桌子 然後又去拜拜 立刻就好了 認真 沒有 我跟你們講這個打麻將的事情 這個是我前天遇到的 就是另外一個節目 他們幫我們幫一個 24個小時不睡覺的挑戰 然後我們在拿一個攝影棚 只站在一個小房間 這樣子一直在那邊 然後節目準備一個麻將做 可是我們總共一人有七個人嘛 四個人會打 三個人不會打 結果我們三個人是真的要 就是開... 你數學算錯了喔 農曆七月半什麼都會發生的 沒有 那我們總共七個人嘛 然後四個人會打 三個人不會 三個人不會 那我們三個人在那邊打遊戲什麼的 然後他們很認真在打麻將 然後我們三個人本來要跟他們開玩笑 然後就 打東西要打打門 快離開跟我們一起跳什麼什麼的 那些其他的四個藝人 對我們真的很兇 因為他們說 坐在麻將坐是不能再離開 不能什麼 什麼其他的好朋友回來 然後就是會搞怪怪的 連裝不能起來啊 連裝不能動 對啊 所以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一直要把他們整起來 因為他們很兇 對我們是現在我們不能起來的 喔 還不能 他賭博的時候都不能拍背啊 不能給書跑 不能看書啊 可是打麻將真的 有很多規則要守 因為像我本身是沒那麼會打的 然後我之前就是去我朋友家玩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就買點吃的 想說分大家一起吃 我就買了SUSHI跟鹹酥雞去 我帶很多 我去到那邊 欸 要不要吃 然後每人都那種迷樣的笑容 那邊甘心妳吃就好 我就想 為什麼不吃 那我就吃 妳怎麼還不尬書跑呢 然後我那天就輸得很慘 就是真的就一直輸一直輸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不懂 雖然我沒那麼會打 可是也沒有輸到這麼誇張 然後旁邊人就說 是因為妳帶SUSHI跟鹹酥雞都會輸 然後我就說 真的假的 那我現在也不能站起來 那我要繼續輸下去嗎 他就說不然這樣 妳打到一個段落 妳去廁所 拔毛 蛤 然後我說 拔毛 我說拔哪裡的毛 然後他就說要私密處的毛 蛤 然後我就一開始 我就要在唬爛我 就是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我就 就又問了其他人 然後其他人很認真跟我說 真的 這很有用 他可以轉運 蛤 然後我就說 尿尿也可以 尿尿也可以 真的喔 所以妳在打牌的時候 妳的運氣很差 妳去尿尿妳就會好 直接尿在排桌上 或者是妳在營前的時候 不能尿尿 因為那個 那一 在妳身上就是有 對那一泡就是有運氣的 那他們沒有跟我講尿尿尿尿 還比較簡單 所以他們可能在整妳 很辛苦耶 然後去到廁所 然後而且就是一種 出來大家都知道妳在幹嘛 真的 有嗎 妳有聽過嗎 有聽過要拔毛 那拔毛是用手拔嗎 還是刮就好了 要拔 拔一根毛 而且我前面然後問就是 那我是要帶來牌桌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妳就拔 誰叫妳帶來牌桌啊 這樣嗎 我不懂 所以我才問他 他說就衝掉 給大家看一看 家屬都看過了 家屬都看過了 我後來當天晚上 就贏到快兩萬耶 那以後就可以一直 後來也省了 修毛的錢 都拔光了 終點性 如果沒有毛的話怎麼辦 如果出毛的話 沒有毛 妳到底想聊什麼 沒有 有一些人會踢啊 之類的 對啊 不是認真的在問 他就輸了 去尿尿啊 對啊 去尿尿啊 給尿尿 各國偏方啊 真的有時候不要亂相信 尤其蔡依凡剛剛講鳥屎那一趴 對 真的不要相信 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變成 剛剛陳醫師講腦膜炎 丟了小命還得了 對 反正我們剛剛在講美國 因為現在美國的那個健保 真的是太貴了 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是回去偏方 然後就是因為回去偏方 很多人比較好騙 然後很多人會自己造一些偏方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 Jilly Juice Jilly Juice 它是一種就是菜 然後跟鹽巴 然後一直演這個菜 然後變成一個飲料 可以喝 然後這個人說 你喝這個 Purple Drink Purple Drink 他說你喝這個的話 你會變瘦啊 然後你可能也會拍攝啊 然後那個戲劇 你說加什麼鹽巴跟 跟一些好像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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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高低菜 之類的 然後這種東西 反正這個東西他是說 這個老闆說 那你會 不容易感冒 然後也可以抗癌症 他說講 這所有東西講出來 結果很多人開始喝這個東西 反而中風了 Stroke 因為他的眼巴裡面太高了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 他說你可以用這個當你的三餐 Oh No 他真的是敢這樣講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如說 這個是 這幾個禮拜的新聞 鬧得很大 就是有一個人說 如果你要拍賭 拍一些 把不好的東西 拍出來的話 你灌一罐醬油 蛤 怎麼可能啊 對 結果 因為美國就是這樣啊 美國你隨便這樣講 會有人去相信這樣做 有一個人真的去灌 他差一點點 變成植物人 天啊 還好他有醒過來 真的差一點點 那個吶吶量太高了 美國現在很 而且你剛剛講 那個加州 加州也有一個人 他是去 加州的公園的山上 去撞那個水 在一個品裝裡面 然後去賣 直接去賣 完全沒有濾過 然後他是賣 對 然後一人也會買 他說 如果他裡面變成綠色 他裡面的天然的 然後就是要有東西給你喝啊 好物質 美國人你不要 美國人很好騙 真的 美國人怎麼那麼騙 對啊 為什麼你 美國人上網搜尋一下 不過好像剛剛講說 Jelly Juice 如果他把鹽巴拿掉 單純說打 高麗菜 高麗菜 好像大家都會覺得合理 就OK 可是其實這兩個 我們都說 東西只要太多 他都會有踩到地雷的時候 對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 一個蠻有錢的人喔 他其實一開始 都是很認真在上班 然後應酬 直到有一天 突然醫生跟他說 你的這個糖尿病 已經引發腎臟有問題了 跟他說 你一定要開始禁止 就是認真的健康飲食 那時候他自己的 這一個有錢的社團裡頭 就有一群人 早就在做健康飲食 所以他就馬上順勢的 加入這個社團 那他們那段時間 最流行的是生機飲食 所謂生機飲食就是 我們找各式各樣有機的青菜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東西 打成一杯汁早上喝 他就照著這樣喝 那因為他想要加強這個速效 因為他一開始喝了之後 體重確實有下降 他覺得對他的健康有幫助 他就改成早中晚全部喝 直到有一天早上 突然他們的 就是類似助理之類的人 要去叫他 他全身痰卵無力 然後呢 整個人就是頭暈目眩 爬不起來 那他就覺得 這個好像 好像這個助理覺得 這個不太對勁 就直接送去急診 即使是聽到他的這個 過去的有糖尿病 腎臟病 再加上他是生機飲食 就知道這個可能很有問題 一抽血 他的答案是高血甲症 什麼叫高血甲症 其實正常我們的所有電解質 包括剛剛講到的鈉離子 甲離子 我們正常的身體 腎臟都可以排除 但是當腎臟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對那個甲離子的排除 可能就有障礙 所以呢 當你大量的攝取某一種電解質 它就會大量的留在體內 好死不死 甲離子其實 當它高過一個程度 是會馬上致命的 我們正在急診室 我們的急症裡頭 就有一個是高血甲症 當你超過一個程度 心臟會瞬間麻痺 人就會馬上走 所以好險這個人算還蠻早 有這個人馬上緊急把他送到醫院去 所以後來他是急洗腎 才度過了這個難關 天啊 所以一定要一定要提醒 所有東西 剛剛講偏方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你要分那個不要 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試一次 如果你覺得想要試試看 但是這種長久嘗試的 我建議你都是跟你自己的 比如說家醫科醫生 或你的醫生聊聊 他把你拿洗也好 就是不要讓這件事情 一直在你身體裡 不然真的太危險了 所以我真心建議大家 真的定期要做身體檢查 知道自己身體狀況 對 然後再去嘗試這些東西 在你的身體能夠複合的情況下 對 這才是健康 因為你不知道你身體什麼狀況 然後你吃人家 可能真的很健康的東西 對 可是吃進去對你來說是 是扣分的 對 那這樣就不好了 還有生命危險 對 好可怕喔 真的耶 你 大家就知道嗎 就是蟲的小小的 殘養的兒子 殘養的兒子 就是要吃 對 可是他會吃腐爛的那個部分 因為之前有很多病人 他腐爛到沒有辦法自己好 他一直只會越來腐爛 反而有那個床會 比如說一些軍人他們去打戰 然後他們在外面睡覺 但他起來待會發現裡面有這些 去再吃腐爛的肉 可是反而狀況變好 所以最近有一些醫院在我們意大利 尤其是在我的神那裡 然後他們又要把這個料法拿出來 然後你現在你繼續觀察 你可以跟醫生說你想要考慮這個料法 然後醫生可以說Yes 他可以幫你買一個罐頭 然後他們那種羊的 然後你就是在家裡自己用 然後用完就洗掉 所以那個區是他們養的 對 是養的 對 比較乾淨 所以現在是乾淨對啊 就是那個沒有細菌的 古時候好像是這個 這是看如意傳裡面有這個嗎 有有有有 就是說像我們正式以前古時候 是真的有這樣的療效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些 比如說燙傷的傷口 或者是一些傷口難以癒合 我們確實會有做清創的動作 我們在比較醫學的名詞 叫做清創 那清創的動作其實像以前過去 我們在沒有醫療的介入 沒有這種這麼先進的東西之前 我們當然是可以用一些 它可以幫你吃掉腐肉的方式 去長好的肉 但是如果以現在台灣的健保 又是滿良性的 對民眾還滿善良的 這個價錢還OK的 我覺得你就直接就醫 不要去買什麼蛆 你在自己身體上吃 他是說義大利的這個 醫生 畢竟他們看醫生沒那麼方便 或許是 所以他們現在有在賣這個東西 對啊 而且他們很多人想要推 就是很多人很想念之前 他們不想要失去 這些傳統的東西 所以這是有 很少很少醫院想要去研究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拿回來 拿回來用 OK 確實其實像現在 我們說西醫是一塊 中醫也是一塊 有現在很主推 叫做整合醫療 就是說我們把一些什麼瑜伽 把一些這種放鬆的療法 跟西醫 跟中醫 大家合併在一起 所以我不會很反對 大家去嘗試這些東西 只是說在嘗試的過程 我還是建議你跟你熟悉的醫生 一定要先告知他 你在做這些事情 了解 因為有些你們不知道的 隱藏的危機 對啊 真的滿恐怖 因為現在我們在大陸 有個朋友他們好像 蟑螂啊 你的區域是蟑螂 打成汁 蛤 喝下去 蛤 蟑螂 他治什麼呢 好像治咳嗽 蛤 也是治生的 我不要 可是是真的有蟑螂 他們真的有在養蟑螂 然後就像你這樣子養 吳俊蟑螂 為什麼不吃感冒藥 不是 其實說真的啦 那個打成汁喝下去 應該也咳不出來了 嚇死了 不是 他說裡面有很多高原蛋白 他說 國外也有一些 會把它打碎 然後還弄麵包 真的 蟑螂有比較好的方法 有人說在 有一個 我有看到一個新聞是 他們真的養蟑螂 但是那些蟑螂 是專門在吃垃圾 因為垃圾 蟑螂本來就喜歡吃垃圾 你剛好幫你的廚餘回收 我覺得這是比較良性的 不用再把這個蟑螂 再吃進你自己肚子 對啊 讓你變成廚餘 那請問哪個蟑螂是活的 或是死的 活的 活的 因為在印度也有這樣子 可是在印度也有一點不一樣 我有一個朋友他很喜歡去印度 但是他的小孩子有病 叫阿斯瑪 阿斯瑪是小船 所以當地印度人跟他說 在印度有世界上最厲害的醫生 你就去那邊找他 他給你吃 給他的小孩子吃藥 他的小孩子馬上好 所以我朋友帶小孩子去那邊 他說很多人 一萬多個人 然後那個醫生做什麼 他拿了活的魚 小小的魚 那個魚很像東來東去 然後拿了 放在小孩子的嘴巴裡面 推推推 蛤 還有東西也推裡面 然後大家 然後小孩子生病了 很嚴重 你剛剛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沒有 因為當地人說 當地人說真的有效 就阿斯瑪就沒了 生魚耶 生魚啊 因為他說進去還有感覺 是淡水的嗎 危險耶 是淡水的嗎 沒有 他就拿紙 海邊的嗎 海邊的還是淡水的 他們準備了 他們很多小小魚就這樣子 為什麼覺得好危險 他如果進去這樣 他傳起來是呼吸不到的耶 真的很危險 如果是淡水的話 他裡面有什麼蔥啊 很多細尊 海水的也是有啦 對啊 很多蔥耶 可是當地人說真的有效 都沒問題 可是可能我朋友的小孩子 比較弱 所以就去醫院 太可怕了 他還活著嗎 這個聽起來 還活著 歐洲中世紀已經有一些偏方 到現在還有人相信 就是膠體銀 膠體銀就是銀這個金屬 放在一些液體裡面 可能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那些原子 變成液體 然後可以喝下去 那有些人就是真的相信 這個可以增加抵抗力啊 或是衛食道逆流 可以喝不會比較好啊 那問題是 這個是完全沒有任何醫學根據 反而可能還會害死人家 像我 我有一個親戚 他得癌症 他不想做那種化學醫療 他想試試看這個方法 完全沒有用還是死了 那美國 跟誇張是一個美國人 他也是上過新聞 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叫醫療他的衛食道逆流 他就每天喝那個膠體銀 那他慢慢變成藍色的 他整個皮膚是藍色 而且他的膚色完全不會退 變回原本 所以是中毒了嗎 大美人耶 因為那個銀會變成你身體的部分 你的所有的細巴都會有銀的部分 所以他變成那個藍色紫色的樣子 然後那一輩子都不會不見 然後那個人62歲就過世了 所以對身體完全沒有幫助 大美人 其實有時候這個迷信真的很恐怖耶 因為日本現在還是會有一個鄉下 叫做 就是我們日本有很多神宮還有神社 那就是說他是路過到神宮的 就是那個拜拜的地方 有些地方很遠嘛 然後一天以內 從門口到那邊來回一百次拜拜 就是你的生病會好 要跪嗎 沒有沒有就是簡單的拜拜而已 但是問題來了 那個日本的神宮就是有點很慘 然後聽說好多老人家 就是有感的是打愛神的 就是有感的是沒得救 我了解就是這個是那個拜神的這個心情 但是這個很危險 因為老人家已經打愛神 那就是他的肌肉沒那麼強 那就是走路的時候 那個我們是濕走的走梯嘛 跌倒腳都斷 對 所以這個很危險 對 因為說真的你啦 來來回回上下下 這樣一百次 你也替退了嘛 誰受得了啊 夢多我想到你是九州對不對 對 九州有一個治療性功能超好的方法耶 什麼 就是那個殺獄啊 就是你們九州不是會把人放在那個沙子裡面 然後生一個頭 對 然後裡面那個溫度很高 很棒啊 然後所以對皮膚 我有去泡過 然後對皮膚很好 男生就是對性功能很高 對 他每天都愛泡啊 怎麼會這樣 什麼 你沒有試過 你怎麼知道 你剛摸到三分鐘就沒有了 人家是人妻 你幹什麼啊 我跟你講 巴西跟夢多講的有差不多類似 因為巴西有很多店主教嘛 對不對 我們旅遊那個夜宿 大夜宿 有時候就是你會看到很多人在爬樓梯 但是他們 奇怪 因為那個身很高 非常非常的高 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會 我們巴西那邊拜拜 就是說 如果我得到一個男朋友 或女朋友的話 我會怎麼樣 我會就是爬這個樓梯嘛對不對 或者是如果我生病好了 我就是爬這個樓梯 所以去那個那邊 你有可能也會看到這種人 就是在那邊 用膝蓋爬樓梯 我有一次在台灣也是這樣 我說我要爬101 還沒有 還沒有 你去爬101幹嘛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我有一陣拜拜 所以如果 怎樣怎樣 我就是爬那個101樓梯 他目前還沒有爬 如果你的神很愛你的話 他捨不得你做這些事情 真的 FNZ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